诗篇第五篇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的话 顾念我的叹息 我的王 我的神啊 求你倾听我呼求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祷告 耶和华 求你在清晨 听我的声音 我要一早向你沉迷 并且迫切等候 因为你是不喜爱 邪恶的神 恶人不能与你同住 狂傲的人不能在你眼前站立 你恨恶所有作恶的人 你必灭绝说谎话的 好流人血和弄诡诈的 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至于我 我必凭着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殿 我要存着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所敬拜 耶和华 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 按着你的公义引导我 在我面前铺平你的道路 因为 他们的口里没有真话 他们的内心 充满毁灭人的意图 他们的喉咙 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神啊 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诡计跌倒 愿你因他们许多的过犯 把他们赶出去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愿所有投靠你的人都喜乐 常常欢呼 愿你保护他们 又愿爱你名的人 因你欢乐 耶和华 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 你要以恩惠 向盾牌四面护卫他 请不吝点赞